小颜是一名护士对吧 对 当护士几年了 城市这个行业就是快一年了 苦不苦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好吧 和病人在一起 收获得欢乐是挺多的 有没有想过某一天 一个病人可能就会变成 自己的男朋友这样的事 想过吗以前 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就是 先想把这个自己的事业 先搞一下 你是他的病人是吧 对的 因为说说你的惊喜 比如说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吧 然后我其实我提前半个月 我就开始策划他的生日了 然后也提前联系他的同事 我就想那天给他一个惊喜 我就用那个药盒 堆了一个爱心 放在了这个更衣室里边 这样子我觉得能给他一个惊喜 惊喜到了吗 其实当时真的是挺惊喜的 因为之前都是他先跟我联系 然后跟我发消息 问我吃了没 就是起床了没有 然后但那一天 就是确实没有他消息 等到下午的时候 然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收入快乐 对不起 就是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就不能陪你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做的这一些 确实是挺感动的 你们俩不是异地吗 对 那异地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呀 你像有的时候 我知道 过去你可以去找他 对 未来他也很忙 你又在异地 如果他同意跟你恋爱的话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这不最近我这边辞掉 我这边工作了吗 然后 为他呀 对对对对 我想去他那边去发展 这样子的话 他平时照顾病人多一些嘛 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女孩嘛 对不对 也要需要有人去照顾他 我呢就想去他身边 就是陪着他 照顾他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可能更能升温一下 之前他跟我说过 这个辞职的事情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你什么都不熟悉 然后我也没有时间 去陪你去熟悉这些东西 再加上他那边 还有爸妈就是在嘛 我感觉他辞掉工作 有点过激了 太冲动了一点 哦 护士真的那么忙吗 就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也有人谈恋爱 人都追到家门口了 对呀 就是但是我吧 就是因为刚进这个手术室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从事这个工作 并没有想着我 今后这么喜欢他 但是后来经过有一次 就是我之前实习的时候 一个爷爷嘛 他对我挺好的 因为他子女啊 又不在身边 我吧 就是也不在我爸妈的身边 就对那些病人呢 就是把我 对我爸妈的思念 就放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那个爷就对我也挺好 就说姑娘 就是你老累的话 就歇一下 然后经常把那些 不舍得吃的东西 然后就都给我 然后之后我就调了别的科室了 然后爷爷还经常就是给我打电话 然后问我就是姑娘怎么样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有一次吧 就是他要做手术 然后刚好我当时轮转的那个科室 就是手术室 他说让我陪他一起 就是上那个手术台 希望我能就是陪他从那个手术台上下来 我就跟那个护长说 我说护长这个手术有没有我 他说没有 这个台手术可能稍微大一点 需要一些老人 然后我说如果说我那天是下班的话 我想去那边陪这个爷爷 然后就跟护长说了好多 他才让我去的嘛 但是就是计划就是赶不上变化 之后就因为家里 突然出了一些就是紧急情况嘛 但是也确实没能就是陪爷爷去做这个手术 忙完了之后 晚上去就是看那个手机 我们不是都有那个微信群嘛 然后就说那个因为手术确实比较大 然后爷爷没下来那个手术 对吧 陪一些病人经历一些生死 甚至是曾经答应一个病人 要去共同面对生死的时候 自己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陪伴他 带了一些心理上自己觉得有点过不去的坎儿 那翻回头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 他说你是一个女生 你在照顾病人 他希望用他的爱来照顾你 他能够做到吗 你感觉到那份爱了吗 其实他对我 虽然说我们俩就是不经常见面 但是他有时候会问我就是天凉了 你小心感冒 然后就是注意保暖 不要忘记吃饭呀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他忙了吧 可能他来不及给我发消息 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个 我主要是关心他的身体 只要他吃药了对不对 这个回消息其实都无所谓了 只要身体健康嘛对不对 我是这样想的 我好奇地问一句啊 就你喜欢这姑娘什么 姑娘人确实是非常的真诚 我喜欢她的真诚 第二呢 我放弃她的未来的一些东西 你说句实话啊 就是她不黏你的时候 你会思念她吗 会啊 就像她那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她没有跟我联系 我就喊那个时候了 好好好 也会思念啊 对 也会关注她啊 对 也不是可有可无是吧 对 那你们这种交往 你怎么界定呢 其实我是恋人之间的 还是朋友之间的 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两者之间嘛 好 明白了 来吧 来点正能量吧 曲总 你们来说说怎么整啊 这事 你知道以前我是 专门给人介绍对象的 接触过太多的类型的 小伙子往这一坐 腰杆挺得特别直 我真的觉得她身上 就自然地在传递一种 正向的力量 她说了我喜欢这个姑娘 为什么呢 她并没有说因为她漂亮 或者温柔 她直接说的是 因为她的爱港敬业打动了我 我觉得你的眼光不错啊 确实姑娘也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当我们真正欣赏一个人 看到她更多内核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爱是有力量的 它并不是只留于我们一时冲动 因为外表而去欣赏 你直接看到了爱 其实很根本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这个爱就是可以持久的 这个话是说给你 给你打气让你加油 继续坚持 其实也是说给姑娘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 她爱的是你的真正的内在 是你自己的价值 你对人生的追求 那么这个人是真的爱你 所以我觉得女孩应该去认真的想想 我们需要的真正的爱是什么 其实你刚才在说 你工作中的这个经历 我挺感动 因为你说看到爷爷没有走下来 你特别的难过 你多希望他能够还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 但这不是你的错 我相信爷爷希望看到你幸福的样子 他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小伙子在你身边 包括你爱的那些病人 包括爱你的那些患者 他们都希望看到的我身边这个 这么尽心尽职的护士 他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人生 所以你给他时间也给自己时间 不要着急 我很看好你们 好 谢谢杨老师 我给男孩打打气 有一句话说 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 我现在不能肯定说 女生有多么地爱你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 他在非常认真地考虑 你为他付出的爱 因为他在想 我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份爱 所以起码 他在对待你的爱的这份态度的时候 是很认真 很理性的 那么女孩呢 又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白衣天使 她工作的那个地方 每天会见到很多的 分分合合生离死别 所以你想想 他对爱的理解 可能比我们常人 要对爱的理解有多一分的感受 所以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他会慌 他会迟疑 所以在你追求他的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词要注意 叫分寸感 其实你是比较感性的 女方是比较理性的 如果你能够理解他的这份理性 理解他理性背后的一些意义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就能把握好 追他的这个分寸感 那女方我觉得是这样 我理解你可能 现在看的事业比爱情重一些 但有一些爱 如果一旦错过 你可能会后悔 我也希望你们 接下去有好的结局 好的发展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爱一个人就不要给他压力 他也没有时间那个时间去照顾 但是他却留下了几点 今天做了几件事情 我走了 但是这几件事已经做了 孩子就按这个轨距去走 这种妥妥当当的这种幸福感 就是能够得到的 所以说幸福感并不一定来自你身边 这个人永远在你身边 而那个付出的人 他同样也能从你的接纳里面 找到幸福感 这件事我们听完之后 至少我感觉认识了两个挺 挺有担当的年轻人 一个在工作当中是有担当的 一个人虽然没怎么谈工作 但是你至少发现 他对一份情感是有担当的 有真诚在就好 至于那个什么 你自己看 你怎么想 就事儿到这一步了 你就表明你的态度 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去喜欢他 但是可能后面的付出 我可能会就是多考虑他怎么想的 不要那么过激 对 不要那么过激 女生 其实听了几位老师的话 然后对我也感触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本身就对我挺好的嘛 然后我心里肯定是对他有好感的 我想的是等我回去之后 就是思考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之后我会跟他 就是当面聊清楚 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听明白了 女生还是挺冷静 这就对了 就等于带着老师们的意见 人家回家再思考 是这意思吧 对 他的这个态度和意见你接受吗 接受 不失望吧 不失望 其实你还是有点失望 就不好意思说 我想古一点跟女孩说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 叫做把心门打开 可能往往由于某个事件 就让我们的心对待感情 有可能就关上了 你关在门外的这个人 未必是你不爱的人 也许你是本来爱着他的 只是在特殊的时期 特殊状态之下 你没有敞开 那我特别希望呢 我们其实人生 对待情感的这扇门 应该一生都是畅通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实现 就像刚才曲总说的幸福感 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 好 谢谢老师 小伙子是炙热地在爱 女生是不是能够接受 小伙子这份爱 老师们把能量给了他们 最终的选择 就在生活当中 你们去上演了 谢谢两位的到来 最后我们要送一份礼品给你们 本环节礼品 是由伊贝斯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十元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嫩 要保湿伊贝斯 这对儿 曲老师给送一下 你代表嘛 你给我看好 对不对 好的 来 来 来 那这个礼盒 我应该给谁呢 给你呢 还是给他呢 肯定是给他 那我觉得给也应该由你给 好不好 给的时候再说一句话 好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但我呢 也会继续地追求你 好 谢谢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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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